王德峰教授对科学的理解很独特 例如他说国学里面有科学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科学 那么国学里面有什么科学呢 中国自己的科学又是什么样呢 按照王德峰教授的理解 比如说中医学 二四节气的气候学 风水学 这都是科学 那么中医学是不是科学 我别处讲过了 这里不谈 至于二四节气的气候学 那是一种经验总结 和技术性认知很难说得算科学 那么风水学是不是科学呢 什么是风水学啊 何书图 洛书书 左青龙 右白虎 八卦九经啊 决定你的富贵穷通 决定你的受邀祸福 这就是科学 王德峰教授 把这些东西理解为科学 是让人说什么好的 那么基于这一种对科学的理解 王德峰教授居然要求 金木随火土 相生相克 应该写到我们的小学生自然课本里 阴阳五行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学常识 小学生啊 也应该背一背 在化学元素周期系啊 已经发现150年之后啊 在基因学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啊 王德峰教授啊 还让我们的小学生 对这些啊 出漏的 古朴的 非常原始的 这样一些啊 古代知识 可不可笑啊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文化 是一种实用性文化 而不是一种科学性文化 什么意思啊 例如 我们中国古代有赵州桥 有都江苑 有郑国区 这样非常伟大的水利工程 但是呢 我们就没有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那才是科学 那些水利工程啊 都是技术 那么在科学参议的今天 我们应该啊 弥补 修重 古代文化的不足 迎头赶上 不能像王德峰教的这样啊 抱残首缺 能过是非 这对我们的民族 对我们的文化 都不是好事 但是更严重的是 王德峰教授啊 他这种说法 这种观点 拒绝文明 拒绝进步 拒绝科学 没有哪一个国家 哪个民族 有自己另搞于他的科学 科学有世界共同的规范 共同的规则 科学是全世界全人类 共同拥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例如物理学 没有什么东方物理学 西方物理学 物理学在东方和西方 是一样的 牛顿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 是在欧洲发明的 到了亚洲 也不能变成四大定律 数学在东方和西方 也是一样的 在英国一加一等于二 到了日本一加一 也不能等于三 那个道理非常简单吧 王德峰教授啊 他的说法 他的观念 什么我们自己的科学啊 这套说法就是 违背这个基本的常识 基本的道理